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一年赚的钱就足以买下整整一条街 连汇丰银行的总裁都说 我印钞票的速度赶不及冯宝啊这钱的速度 可如今经历种种劫难的他 却只能孤生一人远走他乡 甚至买不起房子 神们常说世事无常 可这天上地下的差别 它是放在任何人身上都足够令人唏嘘 而这一切要从他可怜的身世讲起 1954年冯丰和妻子离婚 带着出生不久的冯宝宝取了新欢 但耐不住冯宝宝长得灵气可爱 所以父亲对他多有偏爱 当然了这偏爱是要付出代价的 从三岁开始 他便流连于各大剧组 而他绝顶的天赋也很快为他打响了名号 袭京无数 很多人都说他是天才同心 无数孕妇都渴望生上一个像他一样的女儿 看着备受追捧的女儿 冯丰突然看到了一条致富之路 多年来的抑郁不得志 让他在女儿身上尝到了成功的滋味 面对分治他来的邀约 他来者不拒 但当他拿着数不清的钱沾沾自喜时 冯宝宝却被阴霾笼罩着 像个机器人一样 每天在片场对着镜头完成戏份 看着同龄的孩子无忧无虑地上学 他羡慕不已 过度的身心透支和常年的压抑 为他心里埋下了第一个心理野患 而老天爷赐给他更大的苦难还在后头 看着冯宝宝火出天气 他的生物突然冒了出来 要和冯丰争夺抚养权 后来这两人直接闹上了法庭 冯宝宝的身世更是被扒了个底朝天 原来他并不是冯丰的亲女儿 在冯宝宝还未从震惊中反应过来之时 冯丰就带着他继续捞精 并且不再满足于紧紧接片 1962年 他成立了暴风制片公司 当起了导演 这一年 一部小甘罗拜相 风靡全岗 让他赚得盆满钵满 此后武侠片逐进的霸占市场 冯宝宝转型成功 但危险的片场 让他想要和命运抗争 他曾求助于社会福利机构 表明父亲对自己的压榨 可是冯丰在媒体面前却表现出一副慈爱的模样 让大众都以为是冯宝宝年纪小 瞎说 此后他彻底沦为了冯丰的摇钱树 在长期的压迫下 他一度被确诊为实现精神崩溃 好在此后 他在妹妹的配合下 成功拿到了一半的财产 逃脱了冯丰的控制 此后厌倦娱乐圈的他 拒绝了所有的工作 独自前往英国念橱窗设计 在英国 他成了一个普通人 也是在这里 一个叫赵再强的金融才俊 闯进了他的世界 对冯宝宝来说 赵再强的出现 成了他生命中的一束光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束光后来会给自己带来狂风暴雨 赵再强喜欢灯红酒绿 对冯宝宝挥之急来 哭之急去 但冯宝宝毫无怨言 只是全身心的交付 一年之后 二十二岁的冯宝宝 如愿嫁给了赵再强 但美好的生活还未过一天 噩梦就来了 婚礼第二天 债主就敲破了冯宝宝的门 原来赵再强 以冯宝宝的名义 向他干爹借了数百万 为了维持生计 冯宝宝只能再次付出 可消失多年 娱乐圈早已没了他的位置 没办法的他 只能利用在英国学的设计知识 在剧组当起了美术设计 后来甚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什么剧本都接 为了留住丈夫 他还先后生下了两个儿子 但不仅没留住 还让他的人生 再一次陷入了深渊 1986年 事业已经目入正途的他 正式和赵再强离婚 结果赵再强在离婚协议书上 使了一个轨迹 让冯宝宝在上面 写自己有精神病史 就这样 失去了两个儿子的抚养权 因为此事 他又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 再一次错失了事业发展的机会 还好与生俱来的演艺天赋 让他在配角的路上站稳了脚跟 电影《九二黑玫瑰》对黑玫瑰和心不了情 让他接连拿下了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的奖杯 1999年 他嫁给了马来西亚店主师翁赵全的消息 轰动了整个香港 谁知2012年 他就和翁赵全结束了13年的婚姻 甚至一度落魄到寄居到粉丝家里 但经历过如此磨难的他 对此并无怨言 2019年 他还和大儿子赵启宗去泰国曼谷旅游 但不幸的是 那次旅途并不算顺利 当时他们正坐车 前往当地著名的景点 谁知突发车祸 车辆翻倒时 坐在前白的启宗 紧皮肤被轻微擦伤 他则鼻梁被撞歪 不过坚强的他 是留院观察一天 急申请出院 继续泰国曼谷之旅 这因为不想耽误好不容易和儿子欢聚的时光 旅行结束之后 他才前往吉隆坡 专戈医院 接受矫正鼻梁手术 后来无大碍 出院当天 他还在敬前自拍留念 向大家报平安 后来有戒者问他 在发生意外的一瞬间 有想过什么没有 他回答说 意外的发生 改观了自己对生死的体会 也明白人生无常 目前最重要的 是以积极快乐的态度去生活 如今的他 虽然很少在影视中出现 但是却从未消失在大家的视线中 早前他还被邀请出席 第三届马来西亚金环奖颁奖礼 将东深成就奖颁发给洪金宝 他称自己在同兴时就认识洪金宝 对方当时已经是七小夫的成员 由于自小认识 一路来见证很多的心酸 挨恶和发问力强 大哥大地位是时日明归 当然他也与洪金宝合作过多部电影 包括武打片《飞侠小白龙》 同时洪金宝是他哥哥 冯克安的好兄弟 两人的关系保持了几十年 依然十分友好 去年4月12日 资深女星杨盼盼 在个人社交账号上 晒出了一张去会照 照片中除了他本人之外 还有罗家英以及冯宝宝 两位老戏骨 杨盼盼站在C位 上身穿着浅色衬衫 银色大项链十分的抢劲 再配上精致的妆容和发型 打扮贵气 难得与两位好友同框 她的笑容灿烂 心情大好 还对着镜头竖起 拇指笔赞 罗家英穿着深色外套 头戴贝蕾帽 脖子上还戴了一条 花色围巾点缀 看起来很是有形有款 而罕见露面的冯宝宝 则头发染成棕色 穿着橙色上衣 头戴黑色帽子 打扮很是时髦 前段时间 久未露面的她 还接受了媒体的专访 采访中 她穿着一件色彩鲜艳的连衣裙 脖子和手上 带着橙色的塑料首饰 并配有铜的眼镜 不过她身上最惹眼的点缀 是头上那排铅笔发夹 给她增添了一丝童趣 跟她活泼可爱 不服老的性格十分的相配 虽已六十多岁 但是她皮肤紧致 有光泽 身材略胖 却并不臃肿 而且状态很好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 年轻了很多 而当时恰好 她与谢贤主演的电影 杀出个黄昏上映 口碑相当的不错 很久没拍戏的冯宝宝 老到未老 举手头族之间 都是细微十足 给观众带来了 良好的观影体验 记者自然地询问了 她对电影的看法 她表示 自己以前 从未看过自己的表演 拍完这部剧之后 也回到马来西亚 再也没有看到成品 她坦言 虽然一个人生活 但她并不觉得无聊 平日里 她会在家种花 学做饭 偶尔也会出去见朋友 对于为何不回香港 她解释称 因为在香港 买不起大房子 与其窝在小房子里 倒不如在马来西亚 买一套 五百五十平米的豪宅 她的房子 装修精致 舒适 很适合老年人居住 不过 据相关人士透露 她不止一栋豪宅 而是在马来西亚 购置了两处物业 均装修豪华 到处摆满了古典风格的家具和瓷器 相当的有品味 谈及两个儿子时 冯宝宝表示 大儿子最新电影业 曾参与过多部电影的幕后拍摄工作 平时里 对方经常跟着剧组到处去 没办法时刻陪在自己的身边 奥尔自此在内地工作 偶尔才会来探望自己 不过她也自我安慰地说 如今网络发达 不一定要在一起才能相聚 面对孩子们事业有成 作为母亲 她也很骄傲 归手了一生 她父母原薄 子女原浅 想要的东西始终没有得到 如今虽有梁子 但形容削射 虽然她为儿子找理由 说他们太忙 没时间照料自己 但从中也能亏得 他们母子之间亲情的淡薄 冯宝宝从小 愿缺乏家庭的关爱 如果她当初 能够陪伴两个孩子成长 想必一定会是一个 十分称职的妈妈 只可惜她遇人不输 抱憾终身 但好在她性格积极 即便是遭遇种种不幸 也依旧效对人生 人的一生强大于否 成功于否 幸福于否 快乐于否 不取决于肢体力量 也不主要取决于知识力量 而主要取决于心理内力 生活就是一场修行 得到了魔力 就变得坚强 经历了失去 就会懂得拥有的珍贵 而真正的释怀 大约不再是一开口 就潸然泪下 而是微微一笑的 云淡风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 雨季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